2分12秒的时间 看看这个老哈能不能撑下来 来吧 双方最后的决战 第四节开始的时候 四川是领先3分 其实是比71 走了 傅琪宁 大姐过来 犯规了 这场应该是 这个球呢 打出卢宜文的这个优势 卢宜文他这种 小前方改刀丝毫为啥了 他的突破 他的移动 他的投射这个距离 这个呢是他的特点 甚至得在这个点上呢 适当的给李源宇做点消耗 我光看见李源宇 一个接一个的凿卢宜文 这有点被动 放开了 副科要掩护 对了没效来 二加一有能打戒 这个就打个人能力了 单是李红 李红其实第一步防得不错了 副科第三节单节是得到了15分 这最后呢 副科选的这个点也非常聪明 打一个结合的点 对 打了哈勒迪呢 还防不上人的这个位置 可惜啊 罚来没接 方方一分的分差 罚去就打平了 86分了 博主动要求拉开了 我们看李源宇在里边 四个人为了破位啊 李源宇打布克 背后 没有展开神经节的这个补标 神经节很聪明啊 一下一下传过来 直接就找李源宇来了 李源宇就追身三本远 没有送 又是哈達迪远球 哦 好球啊 还是我们在自己这个面部 不叫是眼睛还是鼻子被 戳到了一下 这呢心中带了点小火气 眼后犯规 觉得前一个你没吹给我 这边呢我想找一个心理平衡回来 有一点上瘾的动作 刚给到了陈辰择十分了 再来看一眼 哈德迪这一下呢 就是球砸到他 这手扬起来说不知道球还是手 带到了孙子杰面部了 这一段呢 我觉得孙子杰应该适当的冷静一下 因为毕竟球也还过后 一分三分的球有机会反超的 这个时候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 如果过于过多跟裁判纠缠呢 你这个比赛被拉开了得不偿失 对 这就上双塔了 又是陈辰外星三分 又是换人没有交代理满 陈子杰在跟队友说你去换到外面去防自己 人不要换防 不要换防 但是队友呢跟着眼父的下顺了 看好家伙 陈辰啊 三分九四投三中 要不不来 来的都是这个致命的分数 而且是最关键的那个时候啊 顾客能不能还上 没有 深圳啊 错失了一个板平的机会 错失了一个反超的机会 这很有可能是要交这学费了 拉开了啊 强测就给哈达迪一个人打 算是坚持单防 还不错还不错啊 但是篮板球啊 这就是沈子杰来补防啊 哦 点心又犯错误了 啊刚才那球幸亏沈子杰回防的快 又投 再投一个范劍兰 自行星上来了啊 连续几次 一看哈达迪是真不上来的 我真投 不好几个今儿最好杀 最好杀 最近三个钟头都进了 还需要成功的防守 哈达 面对赵一鸣 四川很明确 我坚决找哈达迪 手上有点小动作啊 在观察 哈达迪也非常的老练啊 先看队友都没有走开 合适的位置在自己攻 又是篮板球丢了 这是他比较靠后的一个选择 对 现在又是晨晨突然发力 空切进来 晨晨今天这下半场啊 这一 第三节末段这一波爆发 延续性很大 是 看这个吹的是谁啊 吹的贺锡营呢 还好 要吹的赵一鸣 赵一鸣就午饭了 对 第一节啊 晨晨是打满第一节 十二分钟 两头零中没得分 嗯 你感觉整个上半场 他在滑水 到第三节尾段 最要劲的时候 晨晨突然就站出来了 八十比七十五 双方还是六分的分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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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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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飘移的投篮也没有 不过赵亚宾险些补进啊 哈达迪累了啊累了走开了 他走着打了 现在深圳能不能抓住机会 今天深圳的没把速度带起来 但是哈达迪这会儿很聪明 他是有自己攒点这儿啊 还没到要没到必须发全力的时候 好的好的 我估计哈达迪应该是不可能歇了 应该搭满了 照这个局势呢下不去现在 对下不去 你要说现在是个16分的分差 说不定还能歇 能喘两分钟 这段啊全身打到回家的活跃啊 有点用力 队友没给带开空间 这个很深了哈达迪起不起的来 这球我的天哪 这球靠着手感柔啊 大回环啊 郑云明是已经防的不错了 防的不错了 两零一的三分啊 太关键了这三分球啊 到八分这个坎上了 这时候你不打进对方 有可能把风下拉了两回数啊 对比赛走势就完全不一样 啊犯规了啊 沈泰杰 对人犯规了 啊再来看刚刚哈达迪这个啊 要的很深 那这样的移动呢 赵一鸣脚步啊 不算占优势 有半步没跟上哈达迪赶紧勾出去了 这球呢应该说运气也不错啊 对 逗出来外界要三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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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跟上底下把赵一鸣露了一个大空 再来看看这一段时间 这是刚才沈子杰的补防的盖帽 2级19个篮板球 这段沈子杰应该说攻防两端都有不错的表现 18分19个篮板13个助攻 这是奔紧双20去的双20 有机会双20 这段沈子杰也已经是15分10的篮板球 顾客今天也已经有两分了 10个助攻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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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顾客现在26分拒全队之首 对 这个盖帽我觉得给沈子杰记少了 沈子杰有好几个补防的盖帽 都是摸到了球了 而且对这个皮球能重和不能重 造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对 回过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看看录像 给沈子杰补一补盖帽 赞停回来 咱们来看看 这位沈子杰上老将寒朔 要的是我求我 打成功率 哈达迪找得很深 顶进来之后再打 你看 赵云一定要的是真好 我就逼着你一定是后仰投篮 赵云你的防的哈达迪基本次次都是后仰 在联盟中突然找到一个能担防哈达迪的球员了 不容易 开过来沈子杰再拖 给帽了 但是二点 听出来 外天要一个三分 没有 又错是一次打平的机会 今天呢 深圳宇这几次机会非常宝贵啊 如果你没有抓就能这个要遭受惩罚了 对 第一位先错过来 他要锋线这人去打地 好球啊 就他一眼 这一眼是有固执的啊 你看有固执了 赵云 再转 又漂亮了 好 从哈达迪反规 对了 打的是非常细腻的啊 但是最后就来赵云民 因为他的这个速率也摆在那里 他这个速率我感觉再快一点 这就是扣链了 再快点呢就有机会打二加一啊 这一次啊 哈达迪拼了老妹把这身给转过来了 对 第一位这次啊 还打布克啊 米安 他这次就很好 Auchab Жен 那再执嘤 晓云民消化还是挺大的 Bet dev 他那里扛了这个大棒场的 绝 observations 两花都没中 哎呦这个团球危险啊 哦当了 pun senza 这这4倍的 这4倍量没有 看他 他没有连 这是一个大半场的 然后有这个弧 Vincent 来 叫哈达迪 先观察 哈达迪拿球永远是先观察队友 不行了再自己打 二加一 非常老道 手往你手上去找 这球打不打进不重要 我先要你一个犯规 赵宇明午饭了吧 要的就是你这午饭 你不敢做动作了 那这时候难题就交给球票指导了 要不要换一下赵宇明 你看就是往赵宇明的胳膊下面去找这一下 这真是惊艳 对 哈达迪之前跟才说我们没听到 助理裁判张蕾招的就是不要再说了 大量双了 21分20个篮板 双20的三双 对 不可点开 哎呦 这球可惜啊 不太走运啊 不太走运啊 这球可惜啊 深圳这几个关键的球啊 都是在圈里涮了一拳没劲 对 而且每一次都仿佛是 马上就要看到黎明前的曙光了 紧接着又被摁下来了 时间呢还有大把 两个队都有这个机会 看看谁能这个把握住 他的敌人还是打赵宇明 许元宇的三分投 哇 硬了 现在明显在这种要劲的时候啊 四川做得更好 四川做得更好 这块熊子杰半截了也没有了 这一会呢不能打得太随意啊 有时间在流逝 对 马上这分差就到两位过了 作为落后的这方 你必须打得更加这个这个陈伟 进来之后 哦 二加一 听你并要一命啊 两位过了 这个上篮真的是打到深圳队痛了 也不仅是拉开两位数 还有有加罚 嗯 这个你看就是刚才哈达迪占高位的好处 整个篮下全部拉空了 对啊 哈达迪和李源宇全占在三分线外 这样呢 赵一鸣和沈子杰必须得对上去 篮底下没有人保护篮筐了 嘿嘿嘿 还有四川呢 有时间有时间 别着急先别着急 他们在连绑 在强调还有时间啊 别着急 换人顾拳顾拳 时间呢其实还是有啊 但是呢容错的空间是越来越小 对 韩硕今天只得到五分啊 但他刚才这个 这两分就价值千斤了 这个二加一 他们说真的是体现出一个老将在队伍当中的作用 这个瞬间的韩硕对于场上的这个形势判得非常准确 一看杨林一方我我突吧 一看杨林一方我我突吧 你往这走 韩柱友给大突吧 好韩柱 你来一会儿给大突吧 好韩柱 你来一会儿给大突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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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给你 如果是一打一的话可以回家 看着大突 看着推 看着叹叹 看着叹叹 要不 要不 再走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处好 处好的 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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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篮 传篮下 刚才有几次没进 继续 继续机会车要坚决 没有关айте 把速度打起来 有时间 处好 处好 没有好 久能耐心打 没关一个一个球 关键后来 等会儿回去防守 防点防 过去防二 防二 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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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谁能给自己第一阶段收官之战 画一个原版的逗号 就看这最后四分多钟了 你看哈特迪刚才给了一个得分和篮板的四节分布 非常的均匀 对 助攻21 助攻是第一节相对集中点 第一节五个 占了现在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而且深圳现在全队犯规数也够了 这个时候对于四场来讲可以去多供你的框 罚球没有双方十一分的分叉 这时候要看布克了 最好的靠内线两封两封能打散球啊 不解渴 对 真正不见得要打得快 但是呢一样这个上风得上得快 这球被罢了 被哈特迪深盖啊 没时间了 出防两个 这真老他真是 这哈特迪这个 也是把劲攒到最关键的时刻啊 这是你为数不多见到他跳起来了 跳起来了 这是一整场哈特迪唯一一次防到外围啊 对 其他的其他在我面前跳头我都放了 对 他也知道啊 这时候要劲的点防 就这一个就可能改变比他整个走势了 三分出来有三分空位的机会 进来之后要赢两分啊 这会儿呢四川队整个的信心也上来了啊 从澄澄的两个三分开始 对 四川现在国内出现这个头牢的信心 非常的固断 该投了卢一文 这次玩这边呢把这个对方的这防守啊 结合部打到了 嗯 但现在还是十分分担 还有个十分的差距啊 而且深圳还手艺全场啊 深圳呢正好在等四川犯错 对啊 四川呢把他们正宗啊 除了这个苏若宇之外最有经验的拳 全摆在墙上了 而且今天打到目前为止 现在看这个三分没有 打到目前为止啊 整个四川六次失误 今天就控制的真不错啊 深圳失误了 顾客有失误了 快控机会 两分再有 这个球卢一文的选位选的不好啊 试图去断一下 但是没断成之后呢 全身就变空狼了 对 现在十七分了 我完全不来自于下半场了 对啊 而且是从第三节末端开始 就这一节半一节半的时间 第三节末端 和晋宁进来之后 好 篮下陈梓杰 没打进 你看看到底收了啊 收了 这两分给你 那这样看的话 现在深圳就有点被动了 相对来讲有点被动 四川尽可能把这24秒耗住 对 不着急打 就两分多钟了 你耗也没几个24秒 主要不犯错 这比赛就没打 哎呦 真妖啊 天呐 这个球沾手就传 咱们说这真的是如同 蜻蜓点水一般的传球啊 我的天呐 这个球绝对是五家球啊 我们来看啊 哇 脑后长眼 这个球让我想起 01年02年是姚明啊 这个过点一传 姚明双手就往后一举 上海一定有个空间的队员走蓝底下了 对 哇 天呐 真是有快20年没见到中锋传这样的球了 这个球绝对可以入选本轮五家球前一前二 对 哇 这个球真的是让人感觉足够经验 不需要看爆扣或者说遮天壁的大帽 对 这个球球伤太高了 脑后长眼 注意不要轻易下手 因为方规满了 现在深圳真的是很被动 这个时候就需要啊 他们说布克这个点啊 你得来几个神经球了 没错 这比赛如果再给四川队多打半截啊 哈达迪都有可能打三二十那个三双 对 这太可怕了 16个主攻现在 说21分 16个主攻 这比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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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好 好 今天我觉得等会我们结束以后 看一看团长比赛NVP毫无疑问是他拿的 假如四川赢了的话 那应该是 这应该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件 对 甚至来说很难啊 除非有奇迹发生了 14分的分差只有两分钟了 所以我说这时候就需要布克啊 来几个神经三分 这必须要不讲理的三分得出来了 而且要快 要快 不能再犹豫了 要快 该拔就拔 二加一 哎呦没有啊 这样能打成二加一呢 和一个三分没什么区别啊 哈达迪自己乐了啊 这老江湖呢 基本上呢也都留在这一段时间了 你看哈达迪之前不防守 嗯 之前不怎么防守 那这一段呢 你看突进来的这几个球 哈达迪都去防 有这罚篮还没有啊 今天整个深圳队的罚球 本身呢因为躲着打 次数就比四川队少很多 对 然后你命中率呢 还比对方低 而且这第四节啊 感觉布克这有点断档 有点突然没电了 嗯 量花不重了 刚才给这数据哈达迪又打了44分钟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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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两队之前 这场比赛之前战绩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一场顶两场 好 好 你吧 这个环球被盖了 其实这时候咱们可以说 第二阶段回来之后啊 如果四川小外援 呃 出战之后 其实这球队还是 今年我觉得比较有希望打进季球赛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支球队啊 对啊 因为年轻队内的国内球员也成长起来了 你看实际上四川队在过去几个赛季 非常重要的这个轮转球员 索贞年啊 李柯七 李柯七 对 袁正良 包括今年这个体力的新秀朱松伟 对 今天就是一分钟都没获得上场时间啊 好 其实打到现在李柯七啊 呃 在对面的上场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 啊 此前上面也不多了 你本身呢 就有一个很有全球天赋的袁汤萌 对啊 你肯定是排名在那之后 又有一个老将韩硕在那正场面 对 再者呢 四川现在的组织不太靠后卫啊 哈达迪是轴啊 对 相对来说后卫的这个重量是没有那么强烈 三分球啊 双方今天都是各进了十个三分 而且命中率都很相信 产品中率是还都不错 对 还说 给了哈达迪 自己投了自己投一个 短了 累了 最后一分钟了 但是打到点上节奏也不对了 对 而且我还是耗你二十四秒啊 是 对吧 我投了肯定得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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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正啊 叫了一个暂停 可能是要再复制你说看看 想个三分 下一波能不能打进 打不进的话 这比赛 打个C 基本上就可能交打了 固权把这个球 固权把这个球 在这边除了贺西宁 没有一个这个帅 能够在外面有贡献的球员 布克今天也是以半截篮提多 对 我现在两分两分打的 四川真不怕 没有连抢三个三分球 这比赛带不回来了 包括这个球啊 有点运气的成分 有运气成分啊 但是呢 这真是打到了很深的位置 对 这个脑红传球 至少是本场最佳啊 对 本轮这五加球 我觉得也是数一数二的 有有有 有有 应该的拆不掉 好 没有十五球啊 没有十五球 现在看四川队这球员 都在十 前四位都在十七分以上 点还是比较多的 最后不到一分钟 这时候把哈达迪撤下了 你看 那只要这个防守不犯错 不给你撇三分 哈达迪也防不出来啊 对 我干脆换一个机动型的内线 这时候 咱们看看这场比赛 最后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深圳啊 能否创到奇迹 嗯 看这样是还要上啊 啊 没有 在场面待命啊 一旦被这种批评三分 你还得上 十一分的分差啊 先看深圳这一攻 怎么来打 想找布克啊 往里边走一看 两分打尽 往里边走 用了五秒钟的时间啊 把这一攻打尽了 够快啊 够快 大家跟着就换啊 这块因为哈达迪回来了 你看 我呢 要哈达迪就要攻 防守不要哈达迪了 对 还多休了那么几十秒 对 哈达迪的因为也午饭了 在上面呢 你防两分还有这风险 干脆就让你打这两分 其他人就堵三分就 很好 好的 老大哈达迪 先观察 你看 就是不知道 姐跟你磨 起劲了就磨 清暈开 可以了 反归了 好 在这个时间 反归有点尴尬 对 看看几书伐球怎么样 今天韩硕之前罚球不算太好 你看提早换 先把苏瑞换上来 应该又把他的力换下去了 今天这个周经理这换 有点这个NBA的意思 攻和手每个回合我都换 本赛季打到目前为止 韩硕罚球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86.6% 对 但是今天呢 因为之前罚的不算好 看看这时候 老江能不能稳定军心 两罚中一也还可以 还有十分的分差 扑克能不能来个神经的进球 进来之后 找的都想去找2加1 至少和这个博三分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今天深圳这关键的几对球 都没得打进去 又上 又上 草莓一发信号 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 非常有意思 这款呢不能堵你这个罚球 这个罚中再换 万一你罚不中 对 哈勒地上来呢就是来收篮板 如果你罚中呢 就是落正地进攻 所以要哈勒地持球 对 第一罚 不可进 这第四节啊 不可几乎没怎么多分 镜头给到赵一鸣 赵一鸣呢毕竟不算是常规武器 对 今天已经起到了骑兵的效果 但是你要靠他彻底把这个战局改变过来 这也不太切 他要求点太高了 大方的一个分叉 甚至守个全场 但是不犯规 这是要耗时间了 要不要犯规 不犯规呢 四川队就把时间用足 甚至不犯规 看这样 甚至看这对着8分的这个 应该是不犯规了 太大希望了 也不想被拉太大 哈勒地 头一个没有 5秒钟时间 颇特外现在抓一三分 没有 那麽全场比赛结束 100比92四川 最终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给自己第一阶段的比赛 画成了一个圆满的小凑号 同时还拿到了一波两年盛 对于四川这波球员来说 应该是非常兴奋 这一场成功的复仇之赞 但我刚看弹幕上 有朋友 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周经理像极了泰伦炉 当然你有一名 球伤这么高的球员 在场上的时候 确实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这也不是说主战练不行 而是说不需要你行 球员自己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场上的一些 临场的应变 一些决策 是需要球员来做判断 来做决定 主战练部可能每个回合 我都喊个暂停 都部署一遍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 会说球队大脑 对吧 球队大脑 虽然说现在 咱们说MVP还没给出来 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是哈达迪 因为四川队这个大脑 不是后场 来追他们的中锋 最终八分的分叉 四川拿下了 本场比赛的胜利 双方现在是赛季战成一比一平 所以深圳最后一个回合 他不采取犯规 我觉得是有想法的 我赢了你十分 但是我现在只输八分 小分至少我是赢的 这回合我没必要去抢小分 我没必要采取犯规战术 这比赛可能已经回不来了 所以算了 我跟你发两球 你要是得到十分 也赢到我十分 小分优势都没了 对 我也要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